未来已经连续7个月实现了同比增长 目前 未来中国的业务已经全面展开 包括整车研发 供应链 销售与服务 能源服务在内的核心业务稳步推进 未来和江淮也已经正式启动了先进制造基地的扩建工作 随着未来中国总部的启用 未来会增加合肥团队规模 不断深化与本地供应链的合作 更加深度地扎根合肥 加快企业发展节奏 未来中国总部的启用 将更深层次推动未来与合肥市的战略合作 未来中国将努力为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 参与国际竞争 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未来将与合肥市箭头集团下属合肥充电公司 合作推广建设换电设施 在2020-2021年集中新增换电设施 目前已初步选定首批拟建的20座换电站地点 通过充电加换电互补模式的布局 进一步强化合肥在智能电动汽车领域的 充换电网络的领先地位 我们现在和江淮的先进制造基地的扩建工作 已经正式开始了 我们预计在明年年底之前 应该是能够完成扩建的工作 扩建完了以后 产能在现代基础上会增加一倍 双班差不多能到年产30万台的规律 感谢观看